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E-Walker到丁家 我是黎化 考取街头艺人不少 但能长期坚持不断表演的不多 这位活物者理了个大光头 外形显眼 其实为了练习方便 手臂满是烫上疤痕 也不以为意 甚至为了占星练活舞 毅然休学 母亲失望不谅解 她说那是她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她不但放弃学业 最后还放弃家庭 独自到宜兰苦练 但没人看她表演 好长一段时间没收入 她没有动摇 苦摇三年登上对岸选秀节目 一戏爆红 欧洲艺术节也争相邀约 她自认为没有天分 但坚信 努力就会得到掌声 这是蔡红艺的表演准备日常 圆溜溜的光头 是她鲜明的形象标志 她不疾不虚 一边整装 一边等待机会来临 因为除了技巧 橙舞的等待 更是一名看天吃饭的街头艺人 必备的静音 夜无声无息到来 暗夜没让彩虹艺被隐藏 反之让她闪耀的专属舞台 正式降临 她竭力守护眼前的亮光 不再乱舞的狂风下消逝 准备画出一道道 艳丽火痕 她的脸不时附上浓烈的 橘红火光 表情没有畏惧 而是不自觉露出满足的微笑 引领观众进入她的国舞世界 往往令人不自主 伸出敬畏之情的火 此时劝美的令人震哲 她让全身肢体都跟着音律流动 要用心感受的 不只是节拍跟音韵起伏 也与陪伴她一路的挚友 进行一场场的默契交流 手中的火棍全装有动 火就是她的此生挚友 在空中画出的完美光圈 令人印象深刻 拿着火的时候 我是一个特别的人 所以每当点的火棍站上街头 我觉得我就是神 在这个场地上 所有的人都得看着我 对她而言 所有的音乐中 最悦热地莫过于掌声 观众的注目眼神 仿佛火一般的炙热 同样深深吸引的茶 我曾经在我一场表演完的时候 我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心 我拿着我的打赏箱 信仪 然后 我信仪就想 该完成了才是要完成 就是我的双眼越来越多 我才发现一件事 真的就是你要把表演做好 但是表演做好并不只是单纯 把动作练好 而是你试着要在这个场地上面 用你的表演说故事 不用口 而是藉由金雕 每个动作 每个细节 分享他为了活舞 偏离正轨的那段 活舞人生 最引以为傲的招就是 我用全身转棍 然后在这么热的情况下 你要保持你的专注力 去保持棍的平衡 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互动 焰火在身上随棍轮转 练习了好久 才得以展现独创的平衡棍舞 他尝试着不去惧怕 而就有勇气征服他 而火棍最终在蔡宏毅身上 达成了完美平衡 但人生却因此一度严重失衡 19岁那一年 我本来是一位 机械工程系的大学生 我就毅然决然地选择 成为一名街头艺人 活舞表演者 我就离开了我的大学 我休学 因为我家里只有一个妈妈 她并不谅解 为什么我会选择 当一个街头艺人 甚至把我赶出家门 高三那一年 刚与活舞初次见面 蔡宏毅为了耍帅 自学活舞 紧张到表演全部忘光光 但对当下的掌声上了影 让维维的星火 开始在心中燎原 大一加入活舞团 鼓起勇气 决定挑战人生 一个人前往当时北区 唯一可以表演 国舞的地方 叫宜兰 宜兰的罗东夜市 我在那里租了一个小房子 我每天练习 七到八个小时 唯一可以练习 活舞的地方 却是个多雨城市 等待 远比表演的几率 多太多了 如果下雨了 很冷 我就会在房子里练 那如果没有下雨 我就会带着我的活棍 去到外面的庙 庙前面的广场 或是公园的空地 我就会在那里练习 而当时支持他撑下去的 就是眼前这些伙伴 加油加油 在王毅有时累到自我怀疑 但凭着热情 也在每一次怀疑中成长 挥舞中变强 2014年 他与伙伴成立舞团 成功拿下团体组冠军 而那些日子的每一刻 孤土苦痛 也因此变得似乎都不重要了 其实打赏 在当时的我来说 我并不足以支撑我的生活 所以他们知道我的生活 有点过不下去 所以他们会把 街头搭上的零头 例如一些五块钱 十块钱 一块钱的零头 丢到一个铁桶里 然后丢到这个铁桶里的时候 跟我说 蔡荣毅 如果你肚子饿了 就抓一把就吃饭 伙伴的支持 像火焰般温暖 给了他坚持梦想的力量 也让他的活舞人生 开启新篇章 当时我选用了 一首台湾乐团的歌曲 叫做苏打绿的 《当我们一起走过》 这首歌描述所谓的伙伴 描述所谓的梦想与热情 我把这首歌 用即兴舞蹈的方式 表演我的双火棍 伙伴的相挺 就是他在生活拮据 人生受伤时 支撑着他前行的动力 而这份感动 也持续燃烧延伸 为他自己创造更大的舞台 然后这段影片 被放到了YouTube的上面 就被大陆的 央视的导演看见 然后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跟我说 你一定一定要把这段表演 带到我们的舞台来 那个舞台就是大人群 蔡鸿毅以素人之姿 站上大舞台 与来自全世界的好手 同台演出 棍子的重心 棍子的平衡 偏离了原本的轨道 然后火头直接朝 火焰的 火焰直接朝我身体打了下来 然后在我身上 打到那一瞬间 烧了 就是一点点 烧到我的皮肤 对 可是我在表演当下 我知道我有点被烫伤 但是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舞台 我要忍着 忍着以外 我要表现出 我很享受的样子 火焰纹身 他说 每一个疤痕 都会成为活舞者身上的徽章 刻印着他用孤独 与汗水交织而成的日子 终于得以收获丰厚 结晶的时刻 他依然不会支持这个 因为他还是认为说 我做这个职业是不是有一点太危险 对 但是他会拿着我的影片和我的团队的影片 去他的邻居 去他的亲朋好友 去他的亲戚那里 给他们看说 哇 这个 这个是我儿子 你看 他是全国冠军 他是台湾第一的活舞表演者 在这个答案选秀里 我被誉为台北获胜 地上画出了一刀烈焰 也画出了他活舞人生的分水岭 母亲终于逐渐谅解 活舞的苦练也有了成果 就像面对炙热逼劲 蔡永逸一样闭上双眼 用心感受 那种专注让他整个人更加耀眼 表演当下 不断翻腾 亢奋的血液 就是热爱的阵营 实现实困境 挡也挡不住的 活舞梦 我们只能物尽其用嘛 像是我们的弹练 像我们的练习 或是我学舞 学跳舞的空间 就是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公园 或是空地 用你的脚 画各种的大人跟小人 来走这个东西 想被观众心无旁骛的注视者 不是科班出身的他知道 要求一刻专注的目光 就更努力 跳舞的舞风 放到我的火舞里面 我不只是玩火 我希望可以呈现 和火一起跳舞的画面 即使在阳光下 火焰还是美得令人惊艳 他想尽可能地放大这团火 把这个温暖告诉全世界 对火舞有梦想的表演者们 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平台 来到我们这个剧场 展现他们所爱的火焰 包括香火 包括各式各样的民俗记忆 完成一个全世界 独一无二的火舞剧场 让全世界的外国人 来到台湾 都想要买票 进来我们的剧场看火舞 蔡永逸捧着火焰 呵护在手心 明夜间梦想更亮眼 火光耀眼的战烈 虽然昙花一现 但转瞬 一件幻化成美 刻印在人的心中 而他的表演人生 也将为此不停燃烧 不畏艰难 朝梦想前进 台湾街边 真的有好多美丽风景 继续来看这位阿伯 帮许多人圆梦 不少童年都幻想 自己能有一件 白雪公主的礼服 阿伯的小礼服 价格亲民 让小孩轻松圆梦 布抹荷包又不会大失血 小礼服还都是他手工缝制的 材料是礼服公司 不要的碎布 他觉得可惜 留下来 留到最后堆积如山 退休之后自己做起小礼服 但他根本不会裁缝 自己看书研究的 阿伯谦虚地说 手艺不好啦 但网友称赞品之豪 瞬间爆火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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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 这材料要再補 再補 好 好 来 先来 好 好 这帮人 过去那边 好 好 好 那帮人 好 下农里的三轮车 满载一件件可爱的小礼服 更满载临哲会多年来投注的热情与心血 依照年龄尺寸排列 吊在铁架上的礼服陆续就位 这会儿就准备出发 前往平日饭手的定点 沿着熟悉道路 缓缓蹲着脚踏板 行动小礼服滩不时引人住所询问 好快再来 好 初夏过后再来 我等于都不都不出来 都没三四个 我等于都不在买 我都买 玻璃虎比较凉 玻璃虎比较凉 三四四五五六六六 外面七四六六 校园外的人行道就是临哲会 数年来如一日的摆摊地点 起初一台摩托车走天下 而后才改成现在看到的模样 年车要不利用 我又找来 这都我带的啦 本来这台里面放这么多 我现在都没完啦 这是一百三个一百二十个 我要全白的 对啊 所以这一间是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七啦 一百三十七 十岁 十岁 一百二十七岁好像没有 八岁外面 一百二十七 两件养车 十岁 一岁跟两岁 这最小的 两岁 这三岁的 最小的 一见到这个大家口中的 手工礼服阿伯 有人顺势停车选购 有的则连忙变化连线 方亲友才买 如今常缺货 这是林哲慧熬了许多年 才意外获得的成绩 这一步要紧张 我现在没有 这样没有 好 这小块还要有 小块有吗 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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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大块 做小块 我做小块 小块 我做法 小小工作室 随处可见满坑满谷的布料 今年八十岁的林哲慧 小学毕业就开始工作 陆续在捏衣厂 和成衣厂 负责运烫与裁剪 虽一路和服装脱离不了关系 却是几经波折 我做一年 我做管理 裁券佛与裁剪 我去裁券 人家自己介绍 穿衣裳 做自我买的 分衣裳 我去台里 我又没有头脑 我也是 过来过来 这些品 你看这些裁刀 这些裁刀 这些裁刀 这些很漂亮 这些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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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类似的 虽然工作断断续续 持续裁剪专业的他 妹妹有裁刀布料 总舍不得丢戏 并把他们统统带回家里 有的都是啦 我以前跳过去 听一听 这款的布是做新娘衣裳的 还有一款的布 是少数年的布 它比较大的 我自己做来衣裳来看 还有做口哨 还有做滚 小孩滚 还有做肋背装 博刀推 我去买 人家看来说 成就感而已 没人要买 今天三个要用四种布 顶头线都这样好了 顶头线都这样好了 现在还要做来历 真的还要找布 比较麻烦 沉堆布料 仿佛自己家就是现成布装 二十多年前 眼看满屋堆放 长期累积的边角布 临着会便参考日本服装杂志 自己做起衣服 这个书 我以前做新娘三个 外地我就买回来 看书是看那些春秋 大小的那样的春秋 我就做那些春秋 黑白鸡 这三个正皮 这三个后皮 后皮那两皮 这是三个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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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个后皮 这是做不靠近的 我感觉 这房子的外皮 这是天高清来历 你如果跟那类似有最特别的 就要做来历 这台是这样 我以前做外销的 刚才有电针 我头皮说电针我拿车 我买这台了 烤克机扫布边 而后再换到平车机台 做抓皱与车缝 少了喇叭压角 手工辅助抓出皱折 最立总辅助牵撑 自己只是加减随便做 眼神里 却不时地露出专注与热忱 这是什么 是一粒 这个要怎么倒下 这粒就是倒下垃圾 一粒就是倒下垃圾 一粒就把你捡得很漂亮 捡你捡得很漂亮 都很困难 可以做三个人说这是很困难 这个烤链 我把它扣掉 一边大边 踏下去没有烤链 我这是没有烤链 每每介绍自己的作品 感觉会总显得腼腆 如今是许多妈妈们 抢着预约的手工小礼服 刚开始最捧场的 却是自己的宝贝孙女 这都是妹妹最喜欢的 这个以前 你看 我们家布比较多的时候 做好多层 当年着手将布料做成衣服 孙女理所当然成了小模特儿 长大后更自己参与设计 那设计叫女孩 你设计可能要哪一种 所以我要把它做一些扣子 缝到上面 对啊 这扣子啊 假如这里没有拉链的话 就会比较难穿 除非它有弹性 不会的下摆 就必须像比它更新一点 不过这是红色的布 下摆是先 跟阿公一样擅长手作 林佳慧提起阿公的礼服 总爱不释手 我四岁十春八十岁的衣服 就总这样 我喜欢下摆的裙子 这有很多摆折的部分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阿公的小礼服 我放学的时候 也都会去看 上学也一样 当孙女建长 林哲慧也尝试透过管道 销售自己的作品 开始做的时候 我也慢慢做的 然而即卖店家转行 只得靠自己销售 生意却一落千丈 一度想找人估价 拍卖所有礼服 我做生意 我自己自己摆摩托牌 后面刷一枝 踏一枝 钓到钓到 这样 出去不 我都没生意 做到没有 不舍心血 被低价收购 林哲慧只好持续日复一日 骑着三轮车 到校门外销售 去年意外在网路爆红 这才让滋销礼服有机会重见天日 去年坐小车给我买 那三轮高小的附近的人 给我买 他帮我上网 本来也没想到 我想买出去就好了 我买得不败了 网路渲染威力 林哲慧食料未及 平时价格和珍采石料的手作工艺 更吸引客人想要特别定制 这个工艺比较长 因为表演 我做一个 我做一只做三百五 我做这个不够工资 对 那是说我这 不胜分的 不胜分的 不胜分就这么好胜分 那小礼服的波折 好似一路走来 在成衣产业的起起伏伏 如今是颐养天年的年纪 拼搏大半辈子的林哲慧 却丝毫显不下来 因为做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 别有成就感 做得不做 多少做 多少做 日子比较好贵 一天过一天 一件件手工小礼服 没有过于华丽或繁复的 设计 却有着一针一线的车缝 最樸实 简单的美丽 新意让人与人互动更有温度 稍后来看 为了议员母亲的期盼 研究无糖甜点 然后大家就说 你为什么没人吃 我就有糖尿病 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它 不要饿肚子 然后又可以控制血糖 试着先把面粉拉掉 它会有粘性 那我们这个完全没粘性 所以它靠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手劲 用掉了无数的食材 然后试吃到所有的人还不敢 这样 那我希望把健康的东西做到好吃 那因为好吃 你才会长久 甜点总被认为很疗愈 不过有糖尿病 一口也碰不得 这个女儿很贴心 为母亲研发无糖甜点 一般都说 健康的东西就不好吃 它颠覆观念 让健康的食物也可以很美味 但这种甜点很难做 在朋友的劝记下 开了店 让更多人吃得满足 也吃得健康 跟受邀各界演讲分享经验 掌心悦目的甜点 精致外形和甜蜜口感 让许多人又爱又怕 有万三杯咖啡 然后一壶柚橘红茶 两个柠檬塔 两个蛋塔 那A6的饮料要准备了 好 这是你的部分美抹茶 这是你的巧克力 我们这一款的这个抹茶的蛋糕 我用的是净汤的柠檬茶 我这个蛋糕体啊 全部都是用坚果做的 都不是面粉 永康街巷弄小店 平日下午就坐无虚席 了解现代人想输压 又不想增加身体负担的心 老板娘王平纳 自诩甜点 也能做得好吃又健康 因为一般人自试的观念会觉得 健康一定难吃 可是这样你就不会长久 因为它难吃 那我希望把健康的东西做到好吃 那因为好吃你才会长久 对自家甜点的要求 不仅迎合健康饮食趋势 起初其实更源自于一份 体贴妈妈的心 妈 今天我们来做你最爱吃的 巧克力蛋糕 我巧克力滴起来 你帮我开始滴了 对 你会慢慢滴 滴到它整个都散 看到了 你有品味香味吗 融化的巧克力与奶油 蛋液混合 再加入杏仁粉 杏仁粉就是这个 整粒的煎果 这个下去滑的 没有用米粉 你吃下去就不用怕火汤就起来 过去曾试厨艺教室创办人兼老师 王平纳常汉学员 交流甜点厨艺 王妈妈也是学生之一 年纪大了嘛 那我希望它有一个可以娱乐的一个空间 然后大家就说 阿满 赶快哦 赶快来吃哦这样 然后他说 啊 你吃就好了啦 我不能吃 然后大家就说 啊你为什么不能吃 啊我就有糖尿病 两个都合起来 我看到筋筋的 家族有糖尿病病史 王妈妈长期以来都得小心控制血糖 面对甜点只能望眉止渴 心疼妈妈的王平纳 进而思索如何加以改良 我叫我妈妈来上课 是到底是给她娱乐还是惩罚她 觉得为了我妈妈 我应该来找一个方法 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她不要饿肚子 然后又可以控制血糖 以奶油融化巧克力 降低原豆苦涩 两年前成功做出的第一款无糖蛋糕 让妈妈放心找回想念的滋味 我妈妈呢是紧张大师 她照样很紧张 然后她问我说 真的因为吃完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她都测血糖 都没较高 这应该吃 不过提起研发甜点的过程 确实跌跌撞撞 因为既要改变原料与比例 又得兼顾风味 着实费了不少心力 我会用那个野生的小蓝莓 自己来煮果酱 只要是鲜奶油 我们就是把这个酱 然后加到所有的鲜奶油里面 蓝莓它的自然甜味 莓果类的水果 它其实比较不容易生糖 以蓝莓增加鲜奶油的甜味和香气 然而要打发 仍少不了些许糖分 只得寻求替代品 概念会觉得说 会让你的血糖上升 一定是吃糖 就是那个砂糖 那我也以为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说 我只要把糖拿掉 应该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来寻找 可以替代的糖 我们现在有在打发的过程 然后为了要让它量 一般传统的做法 会加大量的砂糖 我们取代的就是这个甜菊糖 保留甜菊叶萃取的甜蜜滋味 因为性质差异 却是使劲打 也丝毫不见蓬松感 很难 就是要使劲 一直打一直打 如果是传统加砂糖的 这个时候它已经会很硬 会有一点硬硬拉不起来 接力搅打 才让奶油越渐浓稠 为杯子蛋糕增添点缀 动作更得快很准 没有加砂糖 鲜奶油其实化得很快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其实也是跟时间赛跑 就是一定要很快速很快速 在它还没有化掉以前 赶快把所有东西都做完 甜菊糖取代砂糖 增加制作难度 不料王妈妈的血糖 却依旧居高不下 这才发现原来此糖非彼糖 碳水化合物 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凶手 那面粉就是最精致的一个淀粉 那我就开始试着 先把面粉拉掉 然后我天真的以为说 只要不用面粉 其他的比例都不变 后来我用坚果 来取代面粉以后 发现错了 不是这样 针对不同效果与特性 尝试各种粉类 王萍娜最后选择 以种子类的杏仁粉或椰子粉 取代传统糕点 惯用的面粉 研发出来一款 我们用的是椰子粉 它的纤维非常非常高 我们把它跟鸡蛋 奶油打起来了以后 大家会觉得说 我现在是要做成球 球很简单嘛 怎么简单 大家想到圆圆的像汤圆一样 要怎么做 搓嘛 对不对 但是你搓搓看 其实是散的 少了面粉筋性 粉团一压就碎 如何让甜点定型 就像在练功 今天是面粉的话 它现在应该是一颗好好的吧 那筋性其实就是一种黏性 它会有黏性 那我们这个完全没黏性 所以它靠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手劲 舍弃模具代劳 因为手感更能掌握 恰到好处的风味 合围起来 合围起来就用枕头 这样 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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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 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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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不能够太扎实 它太扎实的话 你会咬动 它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松软 在这样绕圈的同时 其实它有一点点空气 从找替换食材到客服制作困难 坦言花了整整一年 光平才真正做出妈妈可以放心吃的甜点 一次一次的失败 慢慢的调整 我真的整整花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 我才找出了非面粉的 它的完美的比例 用掉了无数的食材 然后试吃到所有的人喊不敢这样 妈咬去的甜点不够好了 来 来 吃看看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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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都不能吃的时候 你太甜甜了怎么办 很久的 但是都不敢吃 甜点都不敢吃 我不敢吃 我记得我 刚才做这菜的时候 你也怕它害怕对吧 对啊 看到为了控制血糖 近八年不碰甜食的妈妈 重拾曾经眷恋的美好滋味 王平娜倍感欣慰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算蛮小心的人 她发现血糖不会上升 哇 高兴得跟小孩一样 她说 哦 这人的 这人的 这外人的家 这外人的家 然而将无糖甜点 带进厨艺教室课程 反复做法却一度让学员叫苦连天 因而兴起开设店面的想法 每一个学员来做的时候 都是一边喊 说 天啊 黏不起来 天啊 好难做 然后每个人都说 老师这也太难了 可以直接买吗 而除了甜食 咸味点心更满足不同族群的味蕾 我觉得台湾人好爱吃葱油饼 然后常常看到很多葱油饼都大排场 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有葱的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怀念的葱油饼 但是不是面粉 特别有去找了一些小农 然后跟他们搭配 然后他们种的葱这样子 一方面也是支持我们台湾的一些 本土的营业 杏仁粉制作的葱丝糠 田中带咸 酥松不腻口 另外古法红土腌制鸭蛋 以高粱酒提味后再加以烘烤 为法式蛋糕增添新颖风味 如今专注在店面商品 厨艺课程虽已然暂时停摆 王萍娜却透过不一样的方式 推广健康饮食 不时现身医学相关活动 提供甜点之余 王萍娜更分享低糖饮食的心得 这个糖 这个糖就是我们大家 其实都会忽略掉它的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刚刚提到的无糖吐司 其实它是什么做的 面粉 很希望透过这些讲座 让更多的人了解 低糖饮食对身体 真的非常非常好 虽然这一路我走得蛮健身的 因为成本真的是很高 这个是水果的杯子蛋糕 谢谢 抹茶的杯子蛋糕 都是没有面粉 没有砂糖的 可以放心吃 从原本为妈妈做甜点 自己也开始身体力行 期望相同理念 可以影响更多人 我妈妈的姐妹 全部糖尿病 然后我爸爸的姐妹 也全部糖尿病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 超高危险群 我很希望让自己 不要踏到那一步 所以我认真的在研究 这样的饮食 而她也不会言 相较传统做法 低升糖甜点 成本相对较高 但妈妈与客人的回馈 就是让她意志更加坚定 就眼眶有点红的跟我讲说 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感谢你 我这好久好久 没有吃到甜点了这样 她说你根本就是在做功德 这样 我觉得就是这些话 其实让我一路以来的辛苦 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有代价的 小巧的甜点 少了升糖食材 带来的负担 却多了一份体贴妈妈的心 和对健康的追求 让每口甜滋味 常来窝心也更放心 少我来看也因为 亲人健康 人生转弯 创造事业另一波高峰 正常炒一口要四十分钟 所以为什么焦糖 在市面上很少 而且你看这么高温 你看 毛巾都着火了 你看 看温度有没有高 你看 大家有名人 都当成自己的家人 做猪跟我吃一样 好健康 中年事业 又遇上亲人离癌 这位电视头顾老师 出人意料 转行卖豆花 先向友人拜师 再买进设备 生意却罚人问津 他不气馁 自行摸索出一套混斗法 成功打开知名度 高角杯内的雪白绵密 搭配一旁的焦糖 豆浆粉圆配料 还有一小碟 XO酱 以豆花为本体的 时尚甜品 五种吃法宛如五重奏 奏出今年五十三岁的 廖聪明人生新篇章 有百多种的黄豆 因为我们就是建筑这三好三种的黄豆 来调配 蛋白籽外面 环台带的部分都三十六趴 我们这来到四十五趴 这还外销日本的 这都全日本是用的 然后磨出来 它这个粗细度可以调整 粗细度影响豆浆颜色 也关乎粮绿 廖聪明十年前 开始自产自销豆制品 2015年入选台北市特色美食店家 还一度红到国外去 日本人在网络上 看到我们的电视报导 他对我们非常有兴趣 他要过来仓环 以及谈细节 看要怎么技术转移 或者一个配合的模式 所以一共我们这个 我们的步骤 我们的流程 我们的品质 属于已经不亚于他们日本的品货了 不断翻炒锅中砂糖 直到全部融化成为焦糖浆 融入豆花的配角 也需如此备攻 正常炒一锅要四十分钟 所以为什么焦糖 外市面上很少 而且你看这么高温 你看 毛巾都着火了 你看 看温度有没有高 你看 这家产品自己敢喝才敢卖 热聪明谨慎把关每一个流程 尤其注重食安细节 连装品的容器也有所讲究 我们是冷冲品 因为大家对做化剂比较有意义 因为我们这个是品质是PP5号的品质 最好的品质 它耐热可以120度 但是我们也是严格要求 即便已是老经验 依然步步为盈 每一个步骤 坚持使用仪器测量 确保品质稳定 现在的容度是十度 我们做豆花这个容度 做出来口感最好 黄豆有时候气候的关系 虽然是量一样 水都掉一样 但是它的容度会有所差异 我们用仪器来补助 我们有标准一个SOP 我们的品质才会是完全一致 达到最完美的 加入凝固用的地瓜粉 再倒入豆浆往下冲 手工冲豆花看似简单 其实难度颇高 别看料聪明 现在成功率百分百 一开始可是连能吃的豆花 都做不出来 我们的蛋白质管 第2个完全没有防腐气 我们比较没那么熟练 在去做做的豆食品和药包 已经都炒生了 炒掉的派的 比我们做出来的生品更多 人家说炒香味 你炒香味很重 那个也是黄豆的问题 那个黄豆说实在 看不出了 但是做的就是有那个味道 它不是派的 所以我们绝对是拒绝往来附 时间到了 你看这个真的很扎实 因为我们蛋白质很高 做到现在黄豆没有问题 几乎都是百分之九十九都是OK的 如果不行 我们就是这个把它抛弃掉 再重新做一批 将多余的水分压出 等待凝结成块 对料聪明而言 一块块方正成型的白豆干 呈现着最天然的色泽 是每天工作时最美的风景 你看这么漂亮 白泡泡油蜜蜜蜜 两星星 你看东东 弹性十足 满满的成就感溢于言表 更多的是从豆干里面 领悟出最关键的配豆哲学 改用三种不同特性的黄豆 反复测试 找出最恰当的黄金比例 料聪明的豆制品开始不一样 豆香味十足口感最好 蛋白质最高三种混合 这个它口感你吃起来 最有滑顺口感 而且它有带着 我们虽然是豆浆 有带着牛奶的奶香味 介绍自家产品 滔滔不绝 口条流利 廖聪明在创业之前 有个外号叫聪明塞 十几年前 我是个头部老师 常上节目做这个财间分析 然后之前呢 我是有线电视系统台的一个主管 等于是二三十年来都是上班族 拉塑膠带啊 你拉的力道要刚好才会顺啊 不然它购物会一高一低啊 会跑掉啊 看似简单的动作 廖聪明摸索了好几年 才有现在的熟练度 从头部老师到厨房体力活 挑战之大 身旁亲友纷纷劝阻 更何况转行的那一年 他已经四十多岁 之前交接验者都啊 而且都是吃了饮食比较不注重啊 有时候不只是一天续湯 喝到天亮出来 太阳已经出来了 直到从小一起长大的二哥 正时壮年 脑部却长了一颗大肿瘤 廖聪明才意识到健康的重要 开刀动了八个小时的一个手术 分泌了一个多月 经过一点的复健 我去收集资料 我去研究 原来那是我们的死胺问题 好的任逗舞就是软Q 然后带有一些弹性 你看好像要跳舞 从非基因改造豆制品着手 廖聪明向友人学习制法 砸重金添购当时最高端的设备 决心要让身边的人 减少吃到问题食品的几率 凹了一两年痛到不痛 除了劳生伤体的粗活 还得在极热极冷的环境来回穿梭 很冷啊 适度啊 煮豆浆是高温一百多度 所以每天的温差很大 所以我们身体比一般的人 货荷会很大 从工厂亲自送货到店里 一切流程不假他人之手 这是廖聪明忙碌了大半天后 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这份比赚大钱 发大财还无上的喜悦 竭离将近三十年的太太钟美亮 最能感受到廖聪明的变化 以前老公在头部公司上班的时候 每天都是西装笔品的 然后每天都要吹头 才能去上班的 还有化妆师帮他化妆的 每天牛仔裤剔鞋 然后一天要换 差不多四五件的鞋 每天都会拿一堆衣服回来给我洗 刚开始是不太认同 后来我跟他讲 做这个整理 相对讲的 做健康的 做健康的 不是要贪钱的 这个赚不了大钱 转行至今十一年 廖聪明从没有抱怨过 越做越开心 坚持信念 用心专注 绽放精彩的第二人生 黎明前的夜晚是最黑暗的 别轻易放弃希望 我是黎化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